开房车有开房车的好处 住店也有住店的坏处 我住店啊 这次出来没多久住了一次店就掉东西了 那个大理那边坐了两天 那个我的土卡器 我土卡器掉到他们那了 后来联系了下店老板还蛮好 做卫生给我找到了 哇包这么大 又有个土卡器给我包这么大 我现在还在丽江 但是准备走了 准备离开丽江了 按照原来的行程 我们原来啊 我今天老大两个人在丽江这里 有去卢谷湖有去虎跳峡 我本来是想去卢谷湖的 其实卢谷湖也很美 特别美 特别特别美 知道吧 特别美 卢谷湖里面有个叫里格 里格岛吧 那个里面 我在我们那 我二十年前在那住了两个晚上 特别特别的舒服 我想在那去看看 可是那个岛听说 因为人流太大了 排水的问题 是一个问题 所以呢 那个岛就疯了 就不让在岛上面去住了 就只能够团岛 我觉得就没什么意思了 然后现在时间也比较紧张了 所以我就决定去虎跳峡 我们当时二十年前 虎跳峡 徒步 徒步的线路是国家地理 评为了世界上十条最美的徒步线路了 所以那我就去那去感受一下 然后去那就开始就要往前面走了 向里拉啊 然后再去西藏地界了 我要去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出发之前要做个重要的事 如果站我后面走呢 城市越来越小了 就没有那么大城市 就这个 这个独卡器呢 这是 CFASC 独卡器 没有这个独卡器 导数据特别特别满 走啦 车上工位了 这段时间跑的 几乎没什么跑高速嘛 跑的国大很多 刹车用的挺那个的 有段时间开车还发现 闻了一股那种 狐味啊 当时长时间刹车的时候 所以 做个保养 也差不多该做保养 为了自己的安全 那丽江这里没有他自己的4S店 是那种 特约的 特约维修站 所以做个保养安心一些 做好了就可以出发去西藏了 所以有收听发现 我的车停在那呢 看看 开累了 休息一下 蓝天白云的 下面这个江 大家知道什么江吗 金沙江 现在我们注意看一下啊 记住它这个流速 还是比较平缓的 是吧 感觉很平静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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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记住它 改天再来看一下 金沙江 好疯狂啊 开得好快啊 这像不一样通天梯 一直通通向天边 一直往上爬 哦 又休息了一会儿 因为这块太美了 还是这么美啊 天啊 这边都是绝壁啊 这是汽车走的路线 要是徒步的话 是走着上面 上面一条路 这里是算中湖跳了 一般湖跳峡是在上面 就是上湖跳 就是我们经过的那前面 但是我认为更好看的啊 就是徒步的 徒步的 虎跳峡的情况 你看金沙江到这儿 声音都不一样了 看看这个绝壁 哇 特好看 我感觉 景区人也特别少 大部分旅游人啊 都是去 虎跳峡 打 上虎跳 打个卡 就完了 很少 虽然这么多年了啊 这条徒步线路 仍然还不是那么的火爆 不是那么多人 哇 哎哟 这路够吓人的 堵的快一个小时了 哎呀 天亮了 这个云雾缭绕的就是玉龙雪山 我们现在在玉龙雪山的背面 这就是准备徒步的地方 哎呀 张老师 张老师客栈 这个在这块徒步圈里面还是非常有名的 但是我已经不记得二十年前到有没有到这个客栈来 好像是没到这来的 因为我们当时走的是上虎跳一直走到了下虎跳 当时是在半途客栈 入住的看一下这个 有名的中虎跳 因为如果一般啊就是上虎跳 中虎跳 还有下虎跳 其实下虎跳 没有必要走啊这块 下虎跳好像说为什么开发的 而这里的很多景点都是这边的人 客栈的人他们自己开发的 所以他们会景区 这个景点他们就自己收费 像比如像这种过路费一个人十几块钱 就是这样的 这是吃饭的早餐店 很多人在这打卡 到过这里的人都会在这里留下5月30号猴哥 这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N年以后会不会再来找到自己的名字 我看了一下好像不可能 留下也没什么意义 过几年就会被覆盖掉了 这还有韩国的这种图团 我觉得之前这条路线蛮多外国人的 我们当时在客栈里面 都还认识了一个韩国女孩 说中文说的挺好的 这写的啥玩意儿 可以留下自己的 虎跳峡高路徒步 我们等会要走高路的 到此一游 全部留满了 全部留满了 我要找个地方留一个 大家有没有机会过来 找一下我的名字写在哪 然后这边是 这边 外面的景色了 已经要出太阳了 留名字 留名字 来嘛 穿上我好多年没穿的徒步鞋 这个都裂了呢 好长时间没穿 它就 坏了 防水功能可能就废掉了 好多年没有徒步了 非常好约到伴了 我们坐这个 包车 我也刚拿针 刚拿针啊 第3年 学车 第3年 第3年 但这条路我也不是经常走 啊 那比如等会停住了 那个 那个爬坡的地方起步 一挡起步 你起得了不 起得了 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这 我姐家就在上面 所以的话 我来是来过 但我很少开车上来 这种坡路 一挡起步能行就不错了 这个像海市楼的感觉啊 这个光 哇塞 好 这是御龙雪山 那边是御龙吧 这是御龙 这是御龙雪山 我们的背面嘛 哇塞 这个好美啊 对 是要捡光镜 路牌还是很明显的 高路徒步路线 敲头到中虎跳 嵌头 不会迷路的 已经非常成熟了 这条线了 就是太阳有点暴晒啊 应该戴一个那个防晒帽的 失误了 这里还有外文指示牌 看到没 40分钟 外文指示牌还清晰一些 到那个酒店40分钟 全是外文 原来很多的 现在 外文指示牌都模糊了 外国人游客太少了 我想原来啦 看不到外国人 原来韩国人特别多 这条线 今天是三个大叔的徒步陷路 三个大叔 我们年龄都相当的 对 这个感觉 但这条路上真的没有印象 完全没印象 我当时就只对 一个 崖壁上面凿出来的一条道 特别感兴趣 就特别 刺激 只对那一段有印象 其他的这段路已经没什么印象了 对了 还有 有采在 到一朵花 挺好看的 配上这个景 来打个卡 挺美的啊 沿路都是这种标牌 只是符号 其实不止也没用 也没什么很大的作用 因为这就一条路啊 你不可能走错 这边也没有路 对吧 这边也没路 你想走就走不了了 已经走了33分钟一公里 9点40走的吧 很有感觉吧 这条路 哇 没想到啊 都有故事啊 每个人 提付出了准备 是吧 不下去 怎么 领导做事情了吗 省里的付出基础事情了 把我们市里的领导 舍到了吗 都有牵连啊 牵到我了 牵到你了 所以就 牵到我是问题不大的 哦 但是就是相当于 要提巴不给你提巴了 哦 就把你卡住了 那没意思了 那现在 现在现在在外面 搞得还可以啊 现在外面不总比单位好吗 比单位好啊 外面一年不单位十年吗 外面一年不单位十年吗 哈哈哈哈 你单位拿个三四十万是吧 嗯 外面拿个两三百万吧 哎呦 那可以啊 一年两三百万啊 难怪你没有时间出来玩啊 一个项目就两三百万 哦 做工程的 哦 能够从体制内跳出来人还是非常有勇气的呀 是的吗 在单位里原来是人家来求你的 对 请你吃饭的 现在你 你要请别人 请别人 看别人脸色 看别人脸色了 我一般不怎么看 哦 不怎么看 大家平的 对 对 互利互赢的 对 对 你好我好 大家好 是吧 对 做事情嘛 品质尊量 是吧 各方面给你弄好就好了嘛 是吧 对 哎 要不要等一下那个 等他一下吧 嗯 拖得挺远的了 摄影师一般走的是要慢一些 拍风景去了 我也拍一下 你拍一下吧 哇 凉快 凉快 好了 又别投晕 好 走了一个 一个半小时 四公里 81分钟 四公里 慢慢走的 约格巴尔走这种途步路线还是有意思一些 要不然一个人走的好无聊的 啊 聊聊 各自的一些 经历啊 也蛮有意思的 那些都是 也是体制内的人吧 也是离职了 哇 三个大叔离职 哈哈哈哈 有意思 好 到腹部了 看看 哇 感觉到水汽了 哇 好凉快啊 好凉快啊 拍什么 哇好凉快好凉快 哇 这彩虹啊 能拍到彩虹吗 哇 看不到瀑布真正的样子 但是可以看到彩虹 这上面可以看到彩虹 呃 瀑布吗 小朋友 看看 可以看到吗 你慢一点别掉下去了 你别掉下去了啊 我可以看到一点点 哇好凉快 好嘞 谢谢小朋友 慢点哈 你你你注意安全 我自己要注意安全 哎呦 看看下面有多高 爬过去 哇 哇塞 这个石头不要 不要掉下去了 哎 哎 啊 这个 这个还不算刺激的 等会 还有更刺激 这没有防护的 看到这对情侣 说我们三个 和尚走了没意思 等一等 等后面的情侣一起走 哈佛位 中途客栈 就走一半了 不来这里爽一下 白来这一趟 不来这里爽一下 看一看 我也不记得 那个时候 是不是在这个酒店入住的 在这里看能不能找到回忆 这几年好像周围开闭了很多客栈 哎 没啥 啊 好像是这个房子吧 这时候人问我们家老大了 哦 哎呀 真是想坐一趟 我想喝口茶 先去从这里阳台台 啊 那上面去爽一爽 爽死阳台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的房子 好像当时就住在这里 好像这边这边是后建的还是什么 先去看看 看 哇 这里要打卡了 这里海拔2345米 就这个客栈可以看到这个 玉龙雪山背面 丁哥吗 啊 丁哥吗 对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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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我武汉过来的 武汉啊 你是看哪个 平台的还是 我网上关注过你 啊 经常经常 我印象最深的是 疫情期间 捞了个无人机 哈哈哈哈 汉街是吧 武汉人哈 对对对 说武汉华山的 哈哈哈 感谢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 慢走慢走 你多顺风哈 拜拜 好有缘啊 碰到老乡了 好了就这样了 吃个饭 消息一下 吃饭墙上面这里有个 英文路数 中途客栈 哈佛卫 我们是这个地图好像下 其实应该从这开爬的 这应该是上湖条这一块 金沙江这一带 28的拐 拐上来 我们是从这开始的 长马 长马客栈的 这里排 我们现在在这 哈佛卫 这个酒店这 这个之间有三公里 但实际上我们走了有六公里 然后再往前面 在这 这是 张老师那一块的 然后这一块完就完了 这是吓唬跳了 我们当时走到吓唬跳 但是这次我就准备走这一段 就走这一段 这里还有时间呢 这英文路书写的挺详细的 这1点5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可以走到那边 走到大线 我们当时是走到大线 5个小时 厉害呀 那个时候年轻啊 故地冲游 看到这个房子 才能够找到 找回来一点记忆啊 我们记得好像当时是住二楼 一楼这个地方有个 韩国的 妹子 跟他男朋友在这儿 织毛衣 好像就坐这种 像那种木凳子坐这 他们也不会说中文嘛 所以他就一直 好像当时我们聊天才知道他是韩国人 但是我没有这一块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的直接就可以看到 这个 雪山 哇 呜 这是高地徒步的唯一一个瀑布了 这水很轻啊 看到没 超轻的水啊 出状况了 那个鞋 好久没穿脱胶了 嗯 把它撕下来了 这个估计也快了 这鞋啊 放时间长了也容易坏啊 这个鞋都没怎么穿 完全是放坏掉的 我想应该爬这一次应该不会出问题的 没想到还是出问题了 哎呦 带上去把它丢了 是的 状况百出啊 这鞋子质量好 左边拖 拖底了 右边也快来 来绳了 也要拖胶了 这品质把控挺好的呀 我只把它撕掉 啊 这边掉下去了 这个也拖底了 哎呀呀 呦这个底拖的 这 不行啊 这不能湿 这个直接建 直接建那个了 刚才那双鞋 是防滑沉的 掉了 这个湿了直接就建那个布底了 应该带个绳子的 绳子记一下 暂时的 张老师可这样往这边走 对往下 那边是往哪里 那是另外一个什么青年旅社啊 找不到绳子 我们往张老师走 哎呀 我不能撕了直接建底了 直接建底了 只能这样呢 这样可以了 建筑建筑建筑 啊 嗯 鞋子出问题 这还下雨 还是太阳雨 啊 那边太阳云 现在 我头顶上 那边的乌云过来了 下雨了 然后呢 现在刚才的两个我们三个大叔队伍现在分散了 有个大叔体力不支 腿发软 走的比较慢 我们刚才一直 有照顾他嘛所以等着 然后现在下雨了 他们都有雨 我没有啊 啥都没带 所以他们让我先走 行 那我就先走吧 太慢了 那个有个人是完全没有那个锻炼的体力的 所以他走一会儿 腿发软这种路 腿发软就挺危险的 脚崴的话 你看这种路 指望别人背下去 那是 也不太可能了 是吧 冲锋衣还是要背的 哎呀 没背啊 希望不要下大呀 希望不要下大呀